耳朵们大家好 接着讲我们UI improvements的第五堂课 然后今天呢是这一章节最后一堂课 之后会连带一个小的exercise 所以啊我们就先开始吧 首先老样子回顾一下上一节课 我们说的mobile why mobile first 也就是列举了一堆数据告诉大家 mobile这个用户的使用量 以及这个traffic为什么我们要先从mobile开始设计 那今天这节课就接着讲mobile了 就是为什么你们已经知道了 就是mobile first那些components如何设计 那现在开始吧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responsive web design 那我们这边说的mobile first 相对于就是说当你用不同的device 去打开一个mobile的网站 那app是另外一个web application 那当你打开这个网站的时候 既然移动用户的用户数据那么高那么大 所以mobile这个wesponsive web design的traffic也一定很多 所以如何去吸引你的用户在你的网站上多停留几秒 多点一些键 多转发一些信息内容 多传输一些信息的东西和data数据的东西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这边我要提一下responsive web design 这个东西我找了一下中文的翻译 它翻译学称叫做自适应网站设计 那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自适应的理解是有多少 我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 首先呢我给大家举一个豆瓣的例子 豆瓣我不知道现在这个算是新的网站 还是说这个网站已经没有人在管了 那豆瓣这个网站的设计完全不是自适应啊 它是一个fix width 也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怎么样知道这个是自适应还是非自适应 也就是你就打开一个网页 然后你就开始拖拽就行了 拖拽然后你就看 非常明显的是它的内容没有做任何的改变 大家放到中间一点看 它的内容没有做任何的改变 只是做一个mask来切割 切到最小的360这样一个pixel width 跟手机差不多也是大一点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所以这样的网站是非常非常旧的 我只能说 相对的我还想看一下知乎 然后我还打开了一下微博看 微博的话也很有意思 它中间的整个内容也是非自适应的 它只是这个mask来切切切 但是到这里之后 它做了一个隐藏式的一个menu 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但是它整个也不是responsive design 就完全不responsive 所以可见这个网站的话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这个是完全可以更新的 而且这里面的设计内容设计到非常多 我觉得大家可以拿这个当练习一下 那什么是叫responsive design呢 大家给这边就随便打开一个就是网站 这是一个设计公司的网站 那它是一个one page design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从这儿 开始拉啊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的网站上有非常 这边是一个title 这边是一个标题 这边是一个文章内容 是非常多的字 然后这儿的话呢 除了标题之外 这些是纯图片 图片呢 它是一个grid system 这grid system就是一个格式 就是一个grid嘛 然后这边有不同的grid的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shift的那种形状 然后这边有文字 文字的hierarchy非常清楚 title最大 然后中间subtitle和content内容 这个是第一集内容 第二集第三集 排版的时候都要注意 然后它整个就是大图片 然后是切磋开的那种摆放形式 那这个是我拿大的browser来看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把这个browser的宽度变小的时候 大家看到有什么变化 目前为止还没有 目前为止还没有 好 开始变了 它的title跑到上面去了 content的字体还是保持一样大的 让我们看一下 下面这个也开始变了 grid开始变化 三栏没有变 但是它title变掉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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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它整个grid又变掉了 而且它整个这里的字体 也缩小了一大一大块 然后刚才那些切错的图片 它现在变成并排的 然后整个hierarchy放到图片中间 然后还包 还有那些 你看这些小的细节设计 它整个图片的assets 都跟刚才不一样了 而且整个阅读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标题在这了 然后图片平排 它的hierarchy在图片中间 文章内容在下面 也就是一二三 刚才所说的 整个设计重新 重新设计了 然后使用的浏览过程 体验还是非常的好 但是它整个设计 都是重新设计的 所以这就叫 responsive design 好 大的话大家看到 这个就是大的图 这种自适应设计的网站 怎么说 不是说趋势 是必须要做的 因为现在每个人都携带 那么多不同的设备的话 你做一个网站 做一个客户使用的 一个体验的话 你这样的话 省了很多重新去修改的 一个过程 它只等于你设计的时候 就是一个自适应的网站 那你当你测试的时候 你可以摆放到不同的device上 这样的话 这是一个设计师必须要做的功课 那这里的话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因为我觉得自适应的话 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因为它非常有好多考虑的 要考虑到的因素 也就是你到底是从大的设计到小的 还是从小的设计到大的 我们在这边看一个magazine 这边是一个 等于是一个杂志一样的一个网站 内容非常的繁复 左边给大家看一下 左边开始就是一个 等于是一个navigation 中间还有subnav 中间是content 右边是一大堆的广告 那这种网站非常现实 因为e-commerce这种网站 就非常多的有广告代言之类的 那你如何去处理这些数据 那当你页面足够有内容的 足够有space的时候 你可以把所有的内容 都从排版的角度上去排好 大家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是缩小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第一个变化的是什么 首先第一个变化的就是 它这个navigation跑到上面去了 刚才在左边 现在左边宽度不够 它就到上面 把整个需要share的一个social network 放到了拉了更近的地方 然后这边subnav在左边 然后大家再拉小 再拉小再拉小 好subnav 刚才subnav看不见有一瞬间 对不对 刚才右边的内容还在 但是我们subnav跑到上面去了 但是再小的时候 右边广告不见的时候 它的subnav又回到了左边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里面设计的思路 包括这些小的button 它的摆放顺序 刚才都是一个line 好 现在到这个界面的时候 它已经把search放在最上面 然后还有个menu 所有的navigation广告都没有了 小的button变成一个list 然后图片缩到最小化 好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已经是个list view了 那就说当你用手机浏览的话 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去除了很多反复的内容 广告之类都拉掉 最大限度的帮助你浏览 它的网站 这样的话 如果你想象一下 刚才内容都在 你们只是把它挤压到 这样一个小范围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人会再继续愿意看了 基本上都整个都流走了吧 用户都流走了吧 所以自适应网站的重要性 我就不多说了 然后我们接下去 看一下就是如何去设计 这个components 通常无非就是从小到大设计 或者从大到小设计 那我们先从mobile first开始 为什么就是可以有这样一个方式 那从小的mobile开始设计的话 首先第一点就不多说 因为我们反复在说的一个内容 就是说啊 因为现在mobile的用户 大大的超过desktop 大大的超过laptop 所以你用mobile开始设计 是不会有错误的 那mobile之后呢 它首先有个default 就是说这是个basic 最基本的一个设计 也就是说你的内容是精简过的 这是个默认的设置 大家记住 默认设置是非常重要的 你如何确认你的默认内容 也就将导致了 你如何优化你的用户体验 当你有的默认内容之后呢 你可以转移到别的其他device 或者是大一点的屏幕 或者是不同品牌的 你作为一个性能的检测 如果都能过的时候呢 基本上如果要求不是带高 你这个网站就OK了 但是如果你想要更加优化 你的用户体验的话呢 你就可以利用一下多出来的space 因为你想你屏幕大了嘛 你所有东西不可能只是把它scale 把它stretch把它拉大的 你不需要这样做 但是你可以利用它多余的那些空间 去增加一些内容 而这些增加的内容 却是非常紧要的 它可以大大增强你的用户体验 这个之后我会给大家例子 也就是说 你要善于利用多出来的空间 这个的话 你怎么样补充你的内容 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基本上概念 就是从小到大这样去设计 然后这边给大家就是看一下一个反面的例子吧 比如说 呃 这边有个happy 我是拿地图来说是了 好 首先给大家看一个地图啊 就是说 我是一个大网站 我打开这个地图 地图都loading好了 那 当我开始stretch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这个如果不responsive的话 它等于就是把地图切掉了 请问一下 这个切掉的时候 这地图对你来说有用吗 完全没有可读性 它切 一边切一边没有用 那这样的 这样的fix width 就是当你在用到不同的device的时候 这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功能性的地图对你来说再也不可用 你的可利用信息是不足的 你没有办法使用这个地图 然后呢 最大的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当你用网站浏览的时候 或者desktop浏览的时候 你所用的data是 可以支撑住你这个 这个浏览的一个内容的 你想象一下 当你用小的手机去看的时候 它会造成什么 它会要render image 它要render这个javascript 它要 它要render这些代码的时候 这手机的话就一定会卡 所以 在人人都有access 这样一个手机的情况下 你 你用一个fix width去loading 这样大信息的内容的话 就是非常不明智 就是会挂 然后大家都离开 大家都不用嘛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大家在设计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到 怎么样loading的快 一定要快而简洁 然后这边有一个happy bit的一个网站 也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它这边有个section 就是等于网站结尾的地方 也是一个one page的网站 它结尾的时候给大家 不光是做装饰 告诉大家它这个happy bit 这样一个地址是在哪里 是在Italia 但是当你在宽度更小的浏览器上 或者是device上观看的时候 它到一定限度之后 它把 它把map整个都去掉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map就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首先你也看不到你需要的内容 所以它干脆就把整个map拿走了 第二 它可以大大加速loading 这样一个网页的速度 所以有时候当你设计自适应的时候 你是对于content 对于这个内容 你是必须有抉择的 所以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好了 接下去 我们来看一下 那另外一个就是从desktop开始设计到小的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enhance 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你要考虑到 你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挤压到小的一个界面上 你必须对内容进行取舍 但是现在这样一个大多数用mobile device的一个设计环境来说呢 就不推荐大家从大的开始设计到小的 除非你有非常好的user research告诉你 你们的网站就是是在desktop看的 不会有人就是非常小比重的人用mobile来看 那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根据不同你用户集中的一个地方 初始做设计是一个最基本的判断调标准 但是我们说in general 基本上mobile是first 但我也不是说百分之一百 还是要看你们的user的一个取向 好 接下去给大家看一下一个adaptive map的 还是一个map的一个解决方案吧 就是刚才那个map和这个adaptive map 所做的区别在哪里 他们这个为什么更加好 首先呢 adaptive map他们是怎么设计 他们先从mobile default开始设计 也就是取舍到mobile的一个width 然后整个上面的map是一个默认的一个map 然后呢 他把整其他的一些体验藏到了一个button后面 也就是当你第二步点击到一些情况的时候 他可以带你到更加好的一个 给你一个更多的信息提供的一个页面 然后additional content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 不能说多余是更添加的一些内容 我给大家看网站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这上面是一个opencode的就是代码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没兴趣的话就是先看网站吧 就是当我们在缩小到最小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当我们是在mobile上看的时候 基本上上面就像我说的是一个default 一个这样一个网站 然后这个是一个enhanced的 这边是一个additional content 当你把网站拉大的时候 你会看到咦 这个地图不一样了 它responsive 它loading东西更多了 它把刚才pittsburgh这样一个location 还有google map这样一个direction material design的additional content 全部都加起来了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它充分的利用了整个网页的宽度 然后呢同时利用它的更多的大空间 增加了所需要的内容 而不是说从大的网站去挤到小的 你挤的话就像刚才一样 你一挤基本上什么都看不见 所以这个是adaptive map的这样一个例子 再给大家指一个e-commerce的例子 那e-commerce就是那些购物网站嘛 网络购物网店 网络购物网站 这个现在也是大行 因为基本上电子购物 电子商务这种东西是 一个非常大的趋势 然后mobile first的话 大家看一下 我还是先切小的再说 就是当他们先设计小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 看不清楚 可以根据我刚才的网站 大家自己把网页打进去 然后去拖拉 去感受一下它整个内容的变化 让我们更新一下 更新以后发现 咦跟刚刚的看起来有一些不同 为什么 因为它的默认状态 把刚才的t-shirt 就是这边那些t-shirt的图标 和用户的那些review 全部都藏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它想要你load的快 它想要藏掉那些secondary information 也就是它并 它需要你看到的是价钱 图像 然后你要买几件 你要穿什么尺寸 然后加入购物车 这个是最重要的初始内容 然后剩下的内容 它全部都藏起来了 藏起来的目的是什么 首先解决掉次要内容 第二让你loading非常快 但是当你把这个网站拉开的时候 你有更多width 更多空间的时候 它的默认却消失了 它把这些所有的可见的图形 或者是review 全部都expand expand到你可以直接一目了然的看到 它的content内容 而这些我们所谓的就是additional content 那些添加的内容就是这样出来的 对 这只是一个例 就是一个example website 这不是一个真实的什么website 所以 另外总结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design mobile first components 而它需要注意的点是什么 首先你就start with lightweight defaults 也就是说 我们推荐你从最轻便最小的屏幕开始设计 然后设计的是默认状态 这样让它这个整个网站的一个负重不要太大 是非常轻便的 detect capabilities and adapt 这个是你经常要做的 从现在开始 无论设计任何的网站 一定要检测它的性能在至少是主流设备那些性能 全部都要检测 确保没有地方有你知道crash 或者是哪里链接断了 或者是哪里整个用户的框架散了 这个是必须确保的 因为很多项目你也没办法说 因为现在设备有那么多嘛 肯定超过十样了 你不可能说所有设备都一一检测 但是至少主流设备包括是有性能比较 特别是整个操作流程有变化的 特别是像安卓和iOS这种 在menu上只有操作变化的话 一定要分开测试 然后use larger screen as opportunities to enhance 也就是当你为大屏幕设计的时候呢 你就要利用这样一个空间 或者是space 或者是多余的pixel 来增强你的用户体验 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辅助作用 而这些辅助的content是可以帮助你提高你的用户体验 帮助你的用户在你的网站上停留更久 是基本上所有的客户都是ask for it 这个客户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他的网站上停留 购买点击 这个就是网站赚钱的方式嘛 所以基本上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然后准备一下exercise吧 就这样 拜拜